今天我們這個時段話題 如何從一隻種 或者叫一粒種 去看到香港整個經濟情況的變化 總管今天傳媒在大事鋪張說到 龍舟勁道 見而爭先而鬧情況 由說到無人棋的表演如何是受歡迎等等 但其實一看數字 過去的生物假期 115萬人次港人北上消費 只有20萬人左右的內地客人來香港 來過章末 你一看數字 看人數 你再看消費額 你真是一喝眼淚 是的 你說我們看到市面還有很多種賣 第一 因為那些人走了 因為傳統上就算不吃種 不多不少 你在節日兩三天 都會買些種 或者叫些種吃客 但是這麼多人走了 百多萬人走了 那真的那把口去了上面 在香港沒有吃 結果種是有滯銷的情況 種跟月餅不同 月餅還可以放久一點 種就算放雪櫃也不能放太久 它一樣放雪櫃 大家注意你不是放冰格 它也是會發霉的 所以種的壽命是短一點的 從一隻種 我們看看 香港沒有那麼多人在吃種 不要說買不買 因為根本不在香港 上去了 所以酒樓的生意 飲食業總體上 比以往的節日跌了三成 其實三成是很重要的 是做節日生意 過去是做節日生意的 市面仍然是一片淡風 本來過去的三天 大家覺得可以樂觀一點展望 但是節日 香港人傳來講 是一家團聚的 一年這家人分散不同的地區居住 過節一起吃飯 下星期父親節 也是提早慶祝 所以過去的三天 其實是端午節加父親節前奏 應該是傳統的旺季 但你發覺 就連造節都不在香港了 現在是不是 是呀 全部上去 造節都不在香港了 這是真實的 昨天我去鑽石山一個商場 那裡吃晚飯 沒有上台 一陣就是六點多鐘那一陣 都不是坐滿 旁邊附近兩台的人 都在說 什麼時候又上去吃東西 全部都在說這些東西 當然你說不是 我去哪間來說 仍然是沒有位置 當然 不要從個別經驗 一看整體的大小的情況 當香港人連過節都不再說 特別是短假期 聖誕新年長假期不同 你通常傳統節日 中秋 端午 端午等等 都盡量在香港 現在已經沒有了 所以 總的壽命又這麼短 不像月餅 有些送禮客 有些送禮客 現在很少人送總的 除了一些 D100都是老友 今年的總都是送給我 但有時都會食陣的 說著它 可以看到經濟 你再看今天 很順暴說的 銅鑼灣幾個黃埔 你看到的跌價 你真是 我是幾乎 我不敢說 天天都什麼 總之經過銅鑼灣 它所說的那個孖舖 我已經留意了幾個月 因為它刺激了 其實整個銅鑼灣 在那一段 全部都是賣相關手機的 那個貼膜 拍照的框框 套 那裡很多間 就算連推車仔 在馬路中心 它擺出來推車仔 那些閃燈 那些都是手機的相關零件 估不到 一間孖舖 是租了給 賣手機這些零件的人 做生意 但是那個月租 12萬多人 幾個月前 它是200多萬的 因為它簽了藥 浪琴錶迫著要給 信寶報端新聞很好 除了看租金之外 看了行業的成稅 之前最早是化妝品 然後浪琴錶 浪琴錶 現在呢 你弄到就是賣這些手機零件嗎 落差很大 因為200多萬和12萬 它租金急鎖 即是急鎖 因為化妝品好 明錶好 利潤大 你租起這個黃袍 手機零件 不是食蕩三番 也不便宜 但相對軟爛了那個屏幕 換一塊那些片 我選最便宜的都50塊 50塊 每天買10塊錶都足夠 即是以前那些是非常之消費品 利潤很大 你這個山額很舊 你現在是真的 純粹有需要才去換 就不是一個消費品 即是現在回到很無實消費品市場 其實是低 不關事的消費 正如我都說 尼敦道有很多廉價雜貨店 今天還有一宗新聞 反映香港的情況就是惠康 我和老總要看看惠康八街如何出招 因為山姆Costco這些很厲害 昨天惠康和Marketplace 香港和澳門的零售部董事 就出來說 我們不同的 山姆他們那些賣大型商品 和一大箱一大箱大包裝的東西 我們惠康就是買一些包裝很小的 適合香港家庭的 和僅有一間在你左近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他們有一個準則 每個人家中200至300米範圍 僅有一間惠康 當然沒有通宵連載的那麼重要 但肯定比銀行越來越少 但這只是我們固有的優勢 但面對這麼強大的外敵入侵 生意上的外敵入侵 是否招隔到呢 你單是傳統優勢不足以 我相信惠康也會變成 但這個形勢已經形成了 大灣的融合是扭曲了 港澳地區 不同的一個消費模式 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雖然也不是個別的行業 或者是機構能夠獨立認負 整個特區政府如何重新香港的定位 但現在還不是一件事 你搞無人機好 爬龍船好 這些都是很普通的民間活動 不足以成為一種盛事 其實你說惠康說沒有影響假的 跑馬地那間market place close了 關了 撿了 叫我們去八件事都 那些走斜坡上去 走上去都要一小時 怎樣叫人去八件事到那間店 但真的要應變 他就說我們盡量選擇 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貨品 由以前疫情前的 二十六個國家和地區 我去到五十多了 我還包括國內網紅的貨品 我們都有 當然和貨品的競爭是一樣東西 但是你說到超市的貨品 其實決定買超市的貨品是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決定的是價格 是 這是最重要的 價格 大了 你知道 當然家權很多都是價格 他會從價格開始去想這件事 每天都要用這件事 因為我上網看一看 已經知道所有的價格 我被窄便宜而小 將來的模式是這樣 大量和內地入貨 家庭夠大 少量需要 去八街衛康超市買 這個是 消費的兩極分 澳門很特別 澳門現在很多傳統 那些賣手信的店鋪都收拾 觀野街收拾很多間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店鋪都搬去路騰 因為在大型的酒店 酒店度假區 什麼都有齊 你在大型的度假酒店裏面 那個購物 那個mall裡面 齊了 就算我是一個很小的手信店 我也有貨品放齊在那裏 不用去觀野街 不用去大山巴那條 以前那條大山巴那條街 一間裏面 不知道有十間八間同一個品牌的杏仁餅 各位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買開菜和買開日常用品的 我也都在歐洲去過那些 你開頭覺得很便宜 但是一萬要買這麼大量 其實你是不需要這麼大量的 所以我是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我只是買我需要的 而且不停可以用完 我去試試第二種 不過香港就很精打細算 如果真的便宜很多 我用不完 合股 有的 現在有合股 很多北上 數貨下來 其實幫旁邊左右去分 是啊 上面的巨企來香港 怎會沒有影響 惠康 我現在等待八佳怎麼說 還有不要笑 的士 車隊制 其實不止車隊制 網絡平台 都變相 小型的車隊制 其實是國內的巨型大企 落到來 香港雖然聯合了 有些小的的士公司 或者運輸公司 那些競投這個車隊 又號稱四八 我就有點擔心 這些車隊的思維 能否超越國內那些 我自己因為跟國內打過交道 那些做生意 那些東西 他們想法是超出很多的 這是一個繁殖主義 一個整個消費模式的改變 需要有策略性的思維 而特區政府應付 搞個禮貌運動 我覺得 當日這些 都可以做 但這是 完全觸及不到問題的核心 如果大家有禮貌 就可以改善很多環境 這個世界就太平很多了 你想想 電視台訪的士司機 我們的司司機 乘客沒有禮貌 我們就沒有禮貌 你首先教育乘客 是有些乘客沒有禮貌 但你這樣的思維 真是死定了 將來巨企 來到香港加入的士車隊 我其實很擔心 香港的的士司機 當然更加擔心 單頭的的士司機 有些要淘汰 真的被這個時代 還有他們容易便宜來取勝 你看Kita 這些下降到你 便宜價殺到你 連deliver 和foodpanda 亡於招架 禮貌是人際的交往 將來很多模式 不驚人 不是說禮貌 是配套方不方便 你是怎樣按樓最簡單 即是去便宜 你發覺禮貌是很傳統的 一種的功能 但是在這個非人化的社會 全部 是可以按樓 按鍵處理到 機械處理到 根本不經人手 所以 沒有所謂禮貌 只有這個方便和便宜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 我喜歡 按鍵 頂